作词 李宗盛 命运白白如星 梦境里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战不断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即使相爱无远无悔 只为你牵挂 空间无难乱 谁人与我交 心似箭似箭 想将天到地 打着能无常 相守到白发 只为你双生 不断爱情死伤 不断爱情死伤 伤心 快来来来 干 来 干 你不是要回鲁阳大营找你兄弟去吗 怎么还不去 我不能走 刘璇不是要封赏我吗 等他赏了我再走 大哥 再催催他 他是皇帝 哪有催人家赏的呀 皇帝 当初带领我们起兵图大事的 是我博生大哥 他刘璇有什么能再当皇帝 事已至此 除这些还有什么用 说出去不是给人添化饼吗 刘璇封了你 你跟刘旨刘刺他们几个 你当然无所谓了 怎么不替我们想想 出生入死的什么都没有 你还帮刘璇说话 说的什么话 陛下封赏 我还能塞回去不成 大哥 我先走了 刘家 刘家 你看你这嘴巴 大哥说多少遍 你就是记不住 这件事情能怪刘家吗 我说什么都不对 算了 找朱佑喝酒去 走 吉儿 吉儿 走 咱们也喝酒去 这 这怎么都走了呢 谁陪大哥喝茶啊 大哥 我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陪你喝 你说这个继歌 也不是急功耗力的人 这一次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 这次攻打晚城 他的队伍里死伤的弟兄最多 他去逃赏 是为了死伤的弟兄的亲战 家眷着想 但他这样口无遮拦的 我怕到最后真的会出大事 你放心吧 这次攻打汝南 我把他带在身边 打汝南 我也要去 对 大哥现在兄弟多了 不需要我了 你用激将法激我是吧 别以为大哥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 不过我告诉你 不行 你上次受了剑伤 我还不知道向殷实如何交代 好好休息就行了 这次攻打汝南 我再把你带在身边 那你大哥知道了 该把我吃了 没事 我偷偷溜出去 偷偷溜出去 你想都别想 你马上就成为我们刘家的媳妇了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陪陪殷实 你放心 等我跟文叔打仗归来 我第一个冲到你们家去 给我三弟提亲 不不大哥别 我都还没想好呢 不急 你是不急啊 他有人急啊 你也不想想 这文叔都多大了 大哥我呀巴不得 他赶紧把你取进家门 你就在这儿好好等着 到时候乖乖地 嫁到我们刘家来就行了 你们半夜三更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听这些 陛下 那刘继还说 说 说陛下之所以动不了刘眼兄弟 是因为还用得着他们 日后等陛下统一了江山 那就用不着他们了 用不着他们又怎么样呢 陛下 在下认为 刘继是嗜酒之徒 要是一介武夫 他的话不一定可信 你也知道 武夫狂言不必理会啊 陛下所言极是 这刘继 他确实是个武夫 可是 他一介武夫 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只怕 这话不是他说的 以他的脑子 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是 刘眼和刘继兄弟俩 一谋的时候 被他无意间盯了去 才在军中嚷嚷 大放厥词 得流止 陛下 还有一事要走 那腹城武城 也归顺了刘继 之前 定国公王筐带兵攻打 腹城抗拒拒不投降 直到是刘继前来便如约见证 如今看来 此事 早有勾结 大司空所言有理 只是天下未定 还需要依仗那些会打仗呢 如今新军精锐已灭 四方群起而攻之 王莽已不足为虑 但汉军定洛阳去长安 很快就会像刘继所说的 用不着他们了 那刘衍绝非干于人下之辈 陛下还得早做打算 陛下 臣一片重心 严禁于此 且慢 刘衍身边那么多人 前呼后拥 你怎么处置 陛下 刘衍此人成于她的义气 也必将毁于她的义气 刘继不是在等陛下的赏赐吗 臣有一计 就先从她的身上下手 这端下有点 那这一笔 就先从她的身上下手 于尽 她的身上下手 从她的身上下手 从她的身上下手 就在身上下手 就没有见到这些处 可我 气得起来 你怎么会 诺 姐姐 这韩姬 找你去做什么呀 还不是想拉拢殷家 不过她未来可能是皇后 也不能得罪 我去敷衍一下吧 你先去帮我跟博生大哥说一声 姐姐 我得去邓陈叔父那儿 她说她有事情要找我 我去韩姬那儿也不能配件 你先帮我拿着 晚一些我去表兄家找你 晚上我们去博生大哥家吃饭 好啊 赶快去吧 刘继 陛下封赐你敢抗命不遵 你是不是吃了狗胆 抗命 抗的是什么命 刘璇当初答应了什么 现在封了个什么玩意儿 抗为将军 知足吧 那是看在你大哥刘衍的面子上 封你抗威将军 已经是高看你了 少跟我来这套 刘璇是什么东西 打过什么仗 立过什么功 要不是我大哥 凭什么当皇帝 凭什么支持我 回去告诉他 这封赏也有不要 刘继 辱骂陛下 你想造反吗 收集你的收口棍子吧 吓你谁啊 爷爷我打仗的时候 以后你在哪儿呢 你在刘璇面前 像条狗一样的咬尾巴呢 我咬尾巴 你也就是在你大哥刘衍的保护下 狂的像条疯狗 回到陛下面前 你还是缩头乌龟 有种你再说一句试试 刘继 刘继 松手 松手 这是在你大哥帐下 动机出来 日后你大哥没法交代 这样 我去找陛下问清楚了 再论上次也不止 免得人家说怎么利亏 黎叶 这儿关你屁事 滚 你 怎么 我自己找刘璇问去 当面问 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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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樊叶 姨�ٰ 商事未ж 不能粘酒 妹妹是女子 总跟着那些男人出征 总归是不妥的 女子嘛 就应该安守本分 像这样 恢复女儿身 才对啊 夫人教诲的事 我自从跟随陛下来到晚城啊 也是累得很哪 风赏的那些文武百官 你猜怎么着 他们的家眷一下子全来了 借着谢恩之名 姐姐长姐姐短的 光是帮陛下处理这些事情啊 就折腾得我头晕脑胀的 难得今日清闲 这才邀妹妹过来 一起赏花 看景 放松一下心情 夫人 银机还有军务尚未处理完成 先行告退 等等 妹妹要不说军务啊 我差点都给忘了 来 把军册拿来 其实今日邀妹妹来 是想请妹妹帮忙的 这里是汉军阵王将士的家眷名册 陛下让我帮忙安置 可姐姐连军职高低都分不清楚 哪里懂得这些 只怕弄错了 那个牺牲将士的亲属子嗣 安排得不够妥当 妹妹心性 又深知军中事务 妹妹 就且帮帮姐姐这个忙吧 中文字幕阳 火 伤症 伯圣兄 不好了 伯圣兄 刘姬出事了 刘姬 他出什么事了 陛下奉刘姬被抗卫将军 刘姬不服 当众抗命 被张某押去见陛下 说是目无君上 论罪 论罪当战 走 带我去见陛下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张某 爷爷不怕 你放 宫里有什么事吗 张某 放开我 放开我 将军 这好像是诸委大司空安排的 将军还是莫管为好 大丈夫恩怨分明 要不是刘衍宽宏相待 我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退开 诸位和陛下 空要对博生大司徒不利 宫里现在危险得很啊 大哥已经让李懿给叫走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认识谁 能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 快找人求情啊 好 我想想 对了 殷丽华 我现在就去找他 好 快去 博生大哥呢 岑家女儿也在啊 邓凤 殷丽华呢 姐姐 姐姐四十就被韩姬夫人请过去了 她还没过来吗 好啊 夫人 名册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大司徒家中还有事 银记就不奉陪了 让你辛苦半日 怎么好让妹妹就这么走了呢 穷儿这两天啊 一直喊着殷姑姑殷姑姑地想见你 妹妹 就留下来一起用碗膳吧 夫人不必客气 该日吧 我都已经拆人下去安排了 妹妹不要推辞 蒸毛 你这个蜀辈 要不是我们替你打江山 你们哪有今日 打 是 刘璇 你这个妄伯的畜生 识相的话把爷爷放了 刘继 当初你逼着陛下封赏 如今疯了你 你又挑三剑四抗日不遵 你当真以为陛下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你吗 陛下 刘继如此嚣张 无非是仰仗大司徒刘衍之命 刘博生图谋不轨之事 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什么 你们害我变害 扯上我大哥做什么 你们 你们想谋害我大哥 你们这帮 刘继 等着你大哥替你来求情吧 大司徒刘衍进界 大司徒刘衍进界 臣参见陛下 陛下 请问刘继所犯何事 大司徒刘继在军中屡屡造谣声势 护惑军心 对陛下心存不满 今日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抗旨不遵 辱骂陛下论罪当诛 陛下 刘继少不更事 还望陛下看在他也是南洋宗室子弟 跟陛下同族的份上 网开一面 求陛下开恩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刘继出事了 姐姐 伯生大哥进宫见陛下了 刘继见陛下 刘继见陛下 关妹妹什么事啊 等等 好大的胆子 给我拦住他 谁敢 伯生 刘继所为 朕已经是毅然在人了 大司徒 大司徒 当初汉军入城之事 是你刘衍一再陈情 要治军严敏 不得寻思 如今你劝陛下开恩 分明就是寻思包庇 让陛下如何扶重呢 刘衍 当初伤我手臂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现在轮到你的人了 你就要坏照说法 陛下 刘继随臣冲林起兵以来 骁勇山战 屡立战功 尤其是这晚城一战 更是杀敌无数 好一个杀敌无数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立有战功 就可以欺君犯上 目虎君主 这天下还未定呢 汉军这是用人之计 陛下 还求陛下宽宏大量 能再给刘继一个折功的机会 陛下 刘继当众辱骂陛下 不杀不足以立军位 诸位 陛下 刘继必须得杀 负责所有将士都可以鞠躬 我看谁敢斩他 陛下 谁敢斩他 陛下 陛下 臣一时激愤 陛下 刘继公自傲 早有不臣之心 击毙已久 诸位 我跟你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口口声声勾陷于我 你 刘继 当着陛下的面你敢动手 陛下造反吗 杀继 我解忧 死 张某 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 大胆牛眼 咱们在陛下面前请凶 来人 保护陛下 我看你们谁敢上前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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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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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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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刘萱 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 刘萱 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 保护陛下 保护陛下 杀了他们 保护陛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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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杀了他们 住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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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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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大哥 这几日总有些心神不能 我们还是先回晚城 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 随你一同回去吧 大小的 你 我 您一人 别说 您 您 您 会不会对姐姐不利啊 大哥 你们都下去吧 事情既已如此 人死不能复生 这都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这当然是我的错 我不敢相信刘璇 我以为他不会杀博生 就算他忌惮大哥 他也不会丧心病狂 到害死族亲 大哥 这新盟还没灭 战还没打完呢 博生大哥怎么会被 自己人给杀了呢 我们冲林起兵 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 不死一乱世之中 为什么他们那么既不可待 李华 你根本就不知道刘璇 为什么要杀刘也 归根结底 只能怪刘也他自己 他就不是一个能做臣子之人 那个刘也怀插着一腔热血 没人只知道在那打仗 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朝廷内部的 而与我诈 争杀独立 刘也跟刘璇 根本就是两个立场的人 早晚得拼给你死我活 大小江山那一日 便是他二人同事操割之时 现在只不过是这一日提前罢了 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无法改变 我眼睁睁地看着爹娘 表姐 表嫂 惠儿 还有博生大哥在我面前惨死 我什么都做不了 好了 李华 刘璇跟众伟既然一心要设计杀死刘烟 我们谁都无法改变 你与其在这里着急 不如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刘璇接下来要对付的人 会是谁呢 三哥 他没有对付三哥 他没有对付三哥 我要去英川 李华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李华 李华 朱友以前去府城报信 现在整个英家都在刘璇的监视之下 切其 不可再做任何事情 否则的话 少有不慎 不过 不但于是无补 还会给英家和刘秀 招来打获 封元 你 有 fires 文殊 大哥 大哥帮不了你了 以后的路就全靠你自己走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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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大哥 大哥 你去哪儿啊 哥 哥 哥 大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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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被刘璇跟诸位害死了 你赶快派你去满城 替大哥报仇啊 温叔 不 闻叔 你放开我 老师你冷静点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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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叔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你放开 闻叔 我只说一句 你现在回去 这是中了刘萱他们的圈套 放开我 大哥 刘萱此时 想必已经知道他大哥的消息 你猜他会怎么样 他们兄弟手足情深 刘萱一定会起兵替他兄长报仇 等他带兵前来 陛下可命他一人前来谢罪 如果他抗旨 就以抗旨谋逆论处 格杀勿论 你太小看他了 刘萱温和谦逊 歹人宽和有理 你看他对将士 对朕的态度就知道 要想解决他 不能用先前 对付刘萱的那一套 我们已经杀了刘萱 绝不能留着刘秀 陛下 你可不能有妇人之人 陛下 正因为刘秀比刘萱更具谋尸胆略 所以要斩草除根 免留后患 刘萱温和谦逆论 他既不鞠躬 也不张扬 你想怎么杀他 刘萱已死 他的那些亲随弟兄和家眷们 就等着刘秀回婉城 替他报仇 到时候 只要他有任何谋逆的言论 要杀他 不有的事情 好 照你们说的去办吧 好 姐姐 小叔叔有消息了 说快要回来了 阿羽要回来了 是啊 他来信了 说他快要回婉城了 回来这儿做什么 肮脏血无之地 姐姐 那 博生大哥的家人 正在为他安排后事 你现在要过去吗 我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见大哥的家人和兄弟们 姐姐 姐姐 刘秀率军回来了 三哥回来了 带了多少人 只有几千人马 全都驻扎在城外 他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姐姐 轻却 晚城现在上上下下 可都在等着看刘秀的反应呢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出现啊 大哥 你帮帮他吧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帮帮他 我求求你了 这是干什么 起来说话 丽华 大哥跟你说 刘璇之所以要杀刘炎 不仅是因为刘炎功高盖主 刘璇有所忌惮 刘璇更加忌惮的事 拥护臣服于刘炎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刘炎现在已死 我们若在这个时候 站在刘秀的身后 不是帮他 是害他 刘炎已经不在了 刘秀必须要过这一关 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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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炎炎 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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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炎炎 刘炎 刘炎炎 刘炎炎炎炎鱢 刘炎炎炎 equal 昆阳一战 皆因众将士们齐心协力 拼死作战 并非臣一人之功 傅城也因为陛下之龙威 才现成投降 臣不敢鞠躬 只求陛下开恩 给臣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陛下 此人对你心存不敬 臣自追随陛下以来 从未敢对陛下有半点不敬之心 还望陛下明察 陛下 朕自有主张 退下 本叔 你也先退下吧 谢陛下 他 陛下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为什么要放他走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陛下 你 他刚立功回来 怎么杀他 有什么罪名杀他 刘衍已死 南阳流氏宗亲人心惶惶 再照借口治刘秀的罪 军心不稳谁来负责 我不管 刘秀我必须要杀了他 你也想死吗 毕竟顾虑得是 臣只是担心刘秀表面臣服 日后四季反扑危害到陛下 他人在晚城 有你们派人盯着 有什么异动 咱下说吧 诺 你回城不回家祭拜你大哥 就先去更是那边请罪 什么道理 三哥 博生大哥是被诸位李懿害死的 我们等你带咱们到皇帝那里讨个说法 三哥 只要你一声号令 我们马上集结兄弟杀去皇宫 宰了诸位和李懿 替大哥报仇 替大哥报仇 别说了 别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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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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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